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如何吃得到食物原本的一个原型跟它的一个原味 我想是说这个苏北料理在最近这几年呢 它能够风行的一个情形 我想国内也是遵循国外啦 国外的这个流行一路这样趋势过来 那不管是在这一两年的疫情的影响当下 那很多人在家里面 他可能有长时间的一个时间待在里面 那如果吃得更健康 每一个cooking的一个人 他需要思考的 还有我们这些业者 他要去针对的这方面去做的 整个一个苏肥呢 我们把它设定在温度 不超过肉类经过高温 产生霉纳反应的一个温度 那我们通常把它 界定在70度C上下 这一个温度点要是太高 等于它又产生霉纳反应 它肉品又能够上色了 那也不是我们要的 那如果温度太低的话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是不是他输肥的时间拉长了 那第二个我们更需要去注意到 就是说我们一般消费者 跟厂商并不会把 这一个品项去送 微生物的一个检测 那所以说他的微生物的 菌落跟微生物的一个菌素来讲 那可能要特别注意到 温度太低 那虽然是有一段长时间 持续的一个中温度的一个加热 可是你很难去确保是说 它是完全比较少无菌 或者就是说完全熟透的 这一个食品 那这个是我们在操作上 特别在注意到的 OK 那回过头来讲 今天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因应如果去吃得到 这个食物的一个原型 就是苏肥的这个料理 最主要在这边 想要帮各位去做呈现的 那我这边呢 要去特别提到就是说 客户一定会问 我不用甜意特别开发调整的一个 苏肥腌漬粉 我自己可不可以用 那当然可以啊 那只是说 这边有几个小小的一个差异 一般如果只是说 我们自己去调配的话 当然我们会从肉品上 如何去增加它的一个底味 去除它的一个腥味 还有它特别的一个不好的一个风味 去做一个调整 那基础的一个调味 那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一定会从手头上拿得到的一个食材 譬如基础的盐 味精 糖 这一些基础的一个底味 然后它为了把一些香辛料在加在里面 像一些白胡椒啊 或者一些小部分的一个辣椒 姜 或者是蒜 之类的 会把它调整在里面 那它搭配到的其他的容易 可能它也会用到一些米酒去做去腥 用一些醋等等等 都有可能去用在这一个 一般的基础的腌制调味上 它可以有简单到丰富 不过 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主味太过于凸显 那好像又去掩盖掉我们 苏肥的这个用意了 不要忘了我们苏肥最重要的是 希望吃到肉类 它经过一定的时间跟温度的一个调理 那然后让我们整个一个肉质 能够达到保水 juicy 软嫩的一个这种状态 它应用最多的这些动物性的一个肉类 那动物性的一个肉类 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个地方 可能跟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部位 或者就是说鸡肉来讲 就是鸡胸肉这个地方 也是它整个蛋白质分布比较高的一个部位 这个蛋白质含量越高的一个肉质 一般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调味调理来讲 你比较难去达到所谓的 如果让肉质 tender就是软化 juicy的这种感觉 你每一次操作的一个时间 随着你的一个取肉量的大小 或者是说肉的部位不同 其实我们的客户很难去掌握 每一次苏肥精确的到位 所以说为什么田医会开发这些苏肥的一个腌制专用粉呢 当我们的客户去做一个 所谓标准化定量的一个动作 我们看到很多 他刚开始是因应消费者他要吃的健康 所以说有别于传统的一个素食 餐饮的一个料理 因为他的选项毕竟是比较单纯 或者是单调一些 很多的这些早期卖苏肥料理的客户 通常是开在所谓的这一些大型医院的一个周围 去跟传统的这一些素食业者去做竞争 而且他们的整个差异化也演变出来了 那他以整个一个苏肥变当 苏肥套餐的一个模式去做一个行销 得到消费者蛮大的一个反应跟回响 那第二个最大的市场就是说 哇 因应台湾他健身的健身运动完之后的一个 蛋白质能量的一个补充的需求 那这一个也是造成消费者 很喜欢去吃这个苏肥料理 那他运动完之后 很多都会去补充一些高蛋白质的饮品粉 高蛋白的这个饮品粉来讲 有一些人就觉得就是说 我只是去运动 并不需要刻意去吃这一些 去维持我一定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主持上的需求 他希望吃到食物原本具备有的东西 而且能够在他运动完之后 能够提升他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取量 这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 优质的蛋白质我可以看得到吃得到 那就回归到这一些蔬食套餐的一个料理 这两个部分呢 目前是在台湾 他整个应用场域更多元 在每一个商圈 除了传统的一个便当 更多的客户呢 他单独把苏肥料理的这个饮食呢 特别把他拉出一个行销的主轴 而去开立一个店面呢 有专门卖苏肥套餐的一个便当 他们都会取得很特别的名字 你在市场上查一定都查得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是有特色的 让你在店内食用的 本来是卖一些早餐branch 或者是下午茶 这一些有副餐的 他把苏肥的这个品项 引申到他的整个一个套餐的设计里面 整个一个应用电话就更多元了 那我想他整个目的就是强调让消费者 能够吃得更健康 吃得到食物的原型 那应用这个东西来去做一个料理 那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说 各位可以看看就是说 甜意为什么调了这几款 那首先 他分成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品项来谈 第一个 我们最热卖的就是我们 苏肥的腌制粉的原味 还有我们的蒜味 以原味跟蒜味呢 这个经过苏肥的整个料理之后 各位可以看得到 他整个一个肉质的一个原色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可是就是保持这个食物的原型 然后他具备基本的一个底味 但是他的调味又不去抢戏 当消费者看起来这个肉片是偏白的一个状况 那鸡胸肉他是主于白肉 那如果是说牛肉还是其他的 你都可以看得到他整个肉品的一个颜色 那有些消费者觉得说 这个到底熟了吗 这个可以吃吗 可是当他咬下去吃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哇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 如果说这个没有经过苏肥的这道料理 那一般来讲 他的口感的特性就是又干又柴 保水性又不好 肉质不够软嫩 这个是他最大的缺点 所以说我们甜衣卖最好的 目前最多客户在用的就是属于这两款 苏肥的特性展现出来 那他们在整个套餐的一个变化上面 才会再去做一个调整 那毕竟喜欢吃这个品下的人 他毕竟是说我希望吃的单纯 不要有其他过度的调味 或者是过度的一个成味 过度的添加物在里面 去抢到我原本想要摄取跟补充的一个能量 那这个是他最大的重点 除了他原本的肉好吃之外呢 不能让所有的人是说 我都吃这个好像味道比较淡的一个东西 基础的酥肥的料理原味 可以应用在两个模式 一个就是说起来之后 我们的肉如果再更好吃 可能我基础的一个调味 少一点椒盐 或者是利用其他的配菜 去有一定的一个咸度 或者是风味去做一些提味的动作 那就很棒了 传统的中式的便当 他一定会附给你一些菜脯啊 还是辣椒之类的 因为他让你好下饭 酥肥我们看到很多做成餐盒的客户的业者也是一样 尤其是他这种原味鸡胸肉 利用我们的一个原味的酥肥腌制粉去做的 肉就看起来是很单纯 简单的调味而已 可是他配菜一定会有比较重的一个味道 像一些卤的海带还是出乎此类的 他的目的就是把整个一个菜色口感去把它坚固到了 那这个可以提供 你在做酥肥料理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个排列煮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不要只有单纯的原味 那我有没有其他口味 比较重的可以去做酥肥 有 那你从我们的香甜 从我们的辣味 从我们的咖喱 从我们的柠檬 这个都是有客户他去做过测试的 这是我们其他口味 列在酥肥这个品项 让客户去做一个筛选 各位去看看我们 酥肥腌制粉的整个料理的模式 为了保持食物食品的一个原味 跟它的原型 用在腌制上面也是一样 你可以很单纯的对水 对腌制粉对肉就可以了 那去做一个酥肥的一个动作 跟流程 只有单纯的腌制液 对水还有肉类 你觉得虽然我们想达到的口感有 但是其他的风味 那你可以参照我们的一个建议 譬如你把部分的水用成米酒 或者是味脸去做一个取代 会有很多你想要去测试的东西 可以去取代容易的话 这个都可以去做尝试 那第二个如果有一些自制 天然很棒的材料 譬如说我们有自己自制的红糟 或者是其他的不同 你希望可以搭配 我在酥肥的一个制程 去做一个测试 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 那会形成你自己一个 蛮特别的一个酥肥的一个底位 那这个也是欢迎客户去做一个尝试 那最后在这边呢 还是要跟客户分享一下 酥肥的整个制程 跟它特色跟口感 我想大家一定要先理清楚 它为什么这样子做 那你在选择这个酥肥的一个 腌制液的时候 利用它的这个酥肥腌制的一个基底 去创造出你所想要的 各种酥肥的一个料理 如果你不用田意所特调的 可能有什么情形 但是你用了田意特调的 这些酥肥的腌制粉 通常特别帮客户所设定好配方的 你取一定的用量 对到你的血跟你的肉 你把种的一个比例测试完之后 在你整个酥肥的一个环境跟制程 时间温度抓好之后 那我想我们的客户就可以很放心的 达到他所想要的 那这个要一定一定 要在这个提醒一下 最好是用工厂这边 帮客户已经所设定好 不然它还有一些环节跟细节 你一定要去注意到的 你的时间跟温度 会不会随着设定酥肥的一个 肉的一个种类不同 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做那边做测试 最重要是说当你每一次的 都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 这个最主要是会形成你的品质的 不稳定度很高 我们田意的这个品项 也已经通过市场上的一个验证 那是还蛮多品牌业者已经在选用的 那这个部分呢 提供给希望做苏肥这项的料理的一个客户 去做一个参考 目前开发出六支苏肥的腌制粉 我们在苏肥上还有任何的一个创新跟想法 想要开发新的口味 也欢迎各位再去跟我们做一个倒置 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够帮客户开发越多的一个品项 然后让市场的整个一个接受度 还有产品的一个丰富度越高 那至于是说怎么做苏肥 如何做苏肥 苏肥的定义是怎么样 那听听看我们另外一位专家的一个说法咯 最后补充苏肥调味新趋势给大家 田意的苏肥新玩法 选择一种底味搭配多种撒粉 创造出更多不同口味的苏肥料理 让你苏肥也不会吃腻 建议搭配模组都在屏幕上了 欢迎截图询问哟 最后的最后 为大家整理出田意苏肥胭子粉的优势 一 标准化定量 苏肥制作流程精确到位 简单不繁琐 二 品质稳定 确保每次苏肥制作的肉品口感稳定 三 市场接受度高 知名苏肥业者稳定爱用 四 底味适中 调味较单纯 不过于凸显 不抢味 五 成品保留肉品原色 六 口味多样化 未来也会研发更多口味 最后总结 为什么要吃苏肥药理 苏肥有哪些贩售模式 苏肥即胸肉如何更好吃 如何使苏肥便当更好吃 苏肥大师都在影片中详细说明 如果忘记了 可以按暂停或截图复习哟 以上苏肥大师的苏肥胭字粉介绍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